哈囉,大家好,我是Kim 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新的新手餘點 那我現在的地方是在 都市Old Block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點在這裡 這個坐標是在GH6這個點 坐標位置是 坐標位置是在5837這個地方 然後我往前面丟的目標是丟進這個深水洞 所以我的卡管距離約為15公尺 然後我的感覺是15到18或是20公尺 可能都可以了 但相信我覺得因為它看起來距離沒那麼遠 所以我不會卡太遠 好,那我在這邊釣的地方主要的東西 是想要釣歐邊 但是其實雜魚蠻多,尤其是白天 你可以看到大的歐邊其實目前沒有說很多 但之前他們回報是很多的 那我就抱著這個調調看心態來 卡管距離是15公尺 然後用的耳是 用的耳是兩個麵團 一個是豌豆粥 豌豆麵團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大蒜麵團 然後勾子用的是10號勾 我的整體的配置裡面有一個4.4的碳浮影線 這個4.4的碳浮影線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只要是我拉了起來的魚,那你們一定也拉起來 因為149套裝裡面的那個 線的力量是4.8,然後卷是5.5 所以你一定可以發揮線的權力 那你們線的權力比我大的情況之下 我拉起來,然後你們一定也會拉起來 你看到這個點其實速度並不快 但我其實上個鐘頭掉的時候 其實 大概也是有個70塊左右 一個小時70塊左右的收益 可是也有大概半個小時70塊左右的收益 所以我相信只要 就是帶的夠久 收益應該也是可以的 然後前幾天就是有人在這個地方有調到就是 冠軍的偶邊 所以我想 那應該是我運氣不好吧 前幾天是指昨天 這個點就是如你所見,大概現在這樣子 那他大概有比較好掉的時間點 我說這邊這個時間點 差不多是下午的 18點開始到22點 到24點之間 這一段時間是好掉的 這是我目前的感覺 還有就是快要天亮的時候是比較好 比較會上的 那現在這種凌晨 深夜這種時候 他就比較不會上雨 這是我目前的觀察結果 我還會再做一份 就是露牙的那個 一個露牙的點 這樣子 因為最近 感覺 感覺 QOE好像 就是Crystalz好像活過來一點 然後我想 去就是 稍微練一下露牙 我裡面只剩下露牙剩7% 但是我露牙其實基本上是滿的 因為 因為露牙最後一個是使用這個 Cebrino 然後 你看我已經開了嗎 因為我從那個 我從福祉那邊已經開了 對 反正 Anyway 我是等下 晚一點 我還會再去做一個 就是露牙的影片 我是去做圖6 那 目標是想要掉 要看酷爾斯克紅點規 你看到就是這個地方 他 就是 我用的釣阻 我另外說一下 我用的釣阻是環形釣阻 我有稍微測試過了一下下 就是使用簡易釣阻的話 如果你掛幼耳龍 是比較不會上雨的 因為簡易釣阻 你掛鉛比較會上雨 你掛幼耳龍比較不會上 我不曉得 不是很確定為什麼 那 反正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邊用的是環形釣阻 就掛一個 我掛的是幼耳龍 然後 我用選擇幼耳龍 是看不到幼耳龍 我在想可能掛千塊也會好一點 我沒有打球 我沒有打任何的東西 那我是建議說 因為我看到的都是有打球的 那我建議說就是 你們要釣的話 能做球就打球 這樣子 加個球會比較好 加個ground bait 加個幼耳球會比較好 這樣子 然後 你可以看到現在他就是 在類似CD的時候 就比較 不怎麼有魚 那種魚也都很小 他們回報的那個地方是說 這裡有很多超過一兩公斤的 大歐邊這樣子 哼 我就沒感覺 如果你很想要上魚的話 我可以建議把一竿改成蚯蚓 那我會上這種東西 還不錯 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 就是那個啦 就是 銀釣魚 你可以把一竿改成蚯蚓會比較好 就是勾子也不要用太大 勾子一樣大概用10號左右 因為可能會上銀釣魚 所以一竿這個地方可以改成蚯蚓 就是這個蚯蚓 用這個蚯蚓的話 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上的魚率會比較高一點 你看我的那個FD丟很不準 因為我都沒點 然後如果你還是如果說你目標就是想要釣銀釣魚的話 那就是你一定要把線用得越細越好 就是可能用個兩公斤三公斤的那個Mono 這樣子會好一點 然後 大概這個點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在想 這感覺起來應該是三五十左右的收益 一個小時 那 從我之前所說 就是所有的釣點都是這樣子 非常的簡單 歐邊是一種深水魚 所以 你去找 然後自己想要去找歐邊釣點的時候 就是要去看一下地圖 把地圖打開來 看一下深水的地方在哪邊 然後嘗試著去釣這些深水的地方 那有一些 椅子的地方是草魚或鯉魚的地方就不要去 比如說這裡 2167 這個地方 椅子草魚鯉魚 就不要去那邊釋了 你去那邊釋 你一定帶一堆草 草魚跟鯉魚把你幹到爆 然後 椅子的歐邊點有什麼 這個地方 這個水域的歐邊點 這個水域的歐邊跟銀釣魚點 這個水域也有歐邊但是不多 然後 比較多的是像這個水域 或是這個水域 這幾個水域都是有歐邊的地方 想辦法丟 想辦法去丟這幾個地方 你就有機會會上歐邊 然後為什麼要掉歐邊 就是 怕有些人是新看的 那 我再跟大家解釋一次 為什麼新手時期要掉歐邊 第一件事情歐邊的錢很多 第二件事情 歐邊的錢比較多 第二件事情是因為 歐邊好拉 歐邊很乖 他是 他是在 應該說 他可能不是錢最多的 因為他 因為錢跟重量有關係 所以你重量越重的魚 他的錢 就會越多 那 如果是 他是以說 以這種比較 好釣 以好釣 就是 就是 好不好釣 跟錢多不多 因為越重的魚 他通常就越難釣 那你以好釣 就是容易釣的程度 跟 跟收益來比的話 歐邊是屬於一個 就是CP值比較高的東西 就是 好釣 然後收益也不錯 這就是所謂的歐邊 所以我才會建議 就是所有新手時期 盡量 能夠 玩FD 就是釣歐邊 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因為 因為呢 就是如果你 歐邊會贏掉 有些歐邊類的魚 然後 因為 因為就是因為好釣 然後比較不會傷害你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捲的杯很小 杯2000杯 比如說這種 比如說像這個蘇維愛的榮耀 這種2000杯 你看到 2000的杯 你只能裝得很細的線 然後這只能裝不到 100公尺 這種 非常恐怖的 這種杯 你很容易會 fuck up 所以說就是 你建議說你要把 你要去選擇你要釣的對象 不要一開始就選擇去幹草魚幹鯉魚 你一定就是 洗手時期會過得很痛苦 這是我能夠跟你們講的事情 然後 我之前也有說過 但你要去練習做球 就是 怎麼練習呢 你每天就買個 10 20個 然後買個最便宜的耳料 然後就那邊拿放起來 然後就 按這個 然後就直接下去做了 然後做一做之後 做一做之後 你就 你就會有一堆球嘛 對不對 那一堆球你把它當作信仰球 直接掛到上面直接丟就好了 這個 不用想太多了 真的 所謂的信仰球就是 掛了然後 就是讓自己覺得說 我好像上魚率又比較高 這樣就夠了 你需要的就是這種東西 在新手時期 大家都是這樣子的 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 就是不承認的 都是這樣子的 然後 就是 不要去 釣鯉魚 不要釣草魚 不要掛馬鈴薯 不要掛菜葉 你掛馬鈴薯 然後 在那邊說 為什麼我都不會上歐邊 我只會上鯉魚或草魚 然後不要掛起司 不要說 不要聽人家說 我去掛起司 可以釣鰻魚 對 鰻魚會吃起司 沒有錯 我覺得你先釣到一堆草魚的機率 可能比較高吧 那釣鰻魚的點 結果到那邊去 你都在釣草魚 我看你可能就是 每天聽到你的捲的愛好以外 就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對啊 然後 我還沒有把所有點全部試完 我近期 我可能會慢慢一點一點一點 試 我不是 很有興趣 我沒有很有興趣 一直去試這些點 那 通常大部分時候 我都是看別人 在哪邊有釣到冠軍 我才去那邊你再去試喔 那我只是在這邊看到有人釣到冠軍 所以我才來這邊試喔 但是 沒有想到這麼死喔 可能是因為沒打球的關係啊 因為他 別人都有打球 反正就 呃 我現在感覺起來 看一看 這個應該是三十幾塊 三五十塊 這種 這一龍 這半龍 大概三五十塊左右吧 對 對 然後就是收益其實還好 普普通通 並不怎麼樣的收益 然後 雅另外教大家怎麼樣決定 用什麼耳 然後 呃 怎麼 怎麼看耳呢 首先很簡單喔 比如說我現在今天要掉歐邊 就 點這個周紀錄 然後點周紀錄進去之後你就可以先去尋找歐邊 比如說我要找的是歐邊 就是這個 然後你看到他這個地方 恩呀 你就看到他這個地方這個是圖示 圖示他用什麼人呢 這個地方顯示是大蒜麵團 大蒜麵團 大蒜麵團 然後要不然就是你可以選擇個地區喔 比如說我是德國區 然後我就一樣點德國區進去 然後看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的 波色區洞裡面他用這個 這個是 地龍 那我就不會去選擇這個 那 我就會建議說就是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 這種可以用的 這種可以自己做的 就拿來 做一做用用 然後就隨便點一點 看每個區域大家用什麼 然後你看一下祖國用什麼 胡斯蘭 然後 祖國他們都用了這個 就是一堆大蒜麵團跟這個嘛 那這幾個東西就全部拿來試試看 反正 便宜的好用的就拿來隨便用用 那我會建議說就是 所有東西所有的點在測試的時候 就是先去尋找 就是 簡單好用的東西來試試看 然後這個成為我所說 快天亮的時候開始會上比較多餘喔 但是魚的大小不一定啊 好那我現在就先回去 然後 給大家看 看一下就是賣起來大概多少錢 這個就是找魚跟找耳的方式喔 然後你可以去試試看用這種方式來去 看看說要用什麼耳 然後 就是當你不知道用什麼耳的時候 然後你也可以憑著以前的經驗就是 你用什麼東西有釣到過就試試看 但是不要用一些太奇怪喔 比如說你用馬鈴薯 上到歐邊 然後你就覺得說馬鈴薯可以上歐邊 這叫做鬼扯 所有的東西他都有機會可以上一些奇怪的東西喔 比如說你可以用 我之前用最奇怪的是用馬鈴薯上鰻魚 然後有人 那時候 那時候 抱歉 那時候在低等的時候有人給了我 給了我幾顆馬鈴薯喔 說你去21674看釣鯉魚 我就說好啊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這是為什麼 跟大家說不要去2167釣 就是一個非常痛苦的回憶 然後然後我就 釣釣之後我就發現 幹怎麼都草魚 然後就晚上上了一條鰻魚之後 我就覺得喔馬鈴薯好像有細 實際上不是 然後每次記得喔 就是要來這邊看一下 就是有沒有單可以交 這邊有比如說三個31公斤 後邊的單 我交不起來 就沒辦法 上次我交了一個這個 然後我們來看看直接賣的話 大概多少錢 277不是啊 這個 所以大概32 這個我估計也差不多 差不多半個小時32塊 然後你主要的收益來源會是這些 像是這些這個 鰻鯛魚跟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擬鯉 如果可以上歐邊的話當然是最好 但是其實就是超過一公斤 歐邊就只有這一個而已 那我覺得呢 可能這種東西有蠻多可能性的 大概就是 感覺起來就是那個 我覺得雨點可能稍微動過了 那我現在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就是 可能要附近找一找 我是沒有興趣再去找那麼多點 我覺得有點累 就是 我一個一個點試 要去試一個小時 很浪費我的時間 其實 我一天試一個吧 如果有找到 我再PO 那這個 反正這個點是 昨天 國人上冠軍的點就是了 然後 來到圖示 不要忘記就是你需要 做食物 就是買食物的地方 一開始新手時期 我不建議你做這個 建議你做茶 茶在這裡 建議你做茶 因為口氣煮多一點茶 然後放在身上 然後就一直喝 一直喝 那 就這樣 好啦 那我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然後 我是Kim 我們下次再見 對了 就是 我的上一個小時 其實我賺的比較多 上一個小時 我其實上比較多 這個小時其實進入CD 所以說 上有的雨比較少一點 我上一個小時是100多 120 雖然說都沒上什麼大歐邊 但是 收益有大概120塊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是Kim 感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